日本企業近幾年大力投資緬甸 在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之後 有分析指 在當地投資次廠的四百多間日本企業 前景夢想陰影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緬甸軍方今個月初發動政變 駐留在當地的日本高級管理人員都不敢出門 加上電話又難以接通 日本當局正在加緊收集訊息 考慮在局勢惡化之前截僑 緬甸自2011年開始推進新一來民主進程之後 日本當局非常看好當地的經濟發展潛能 此後進軍緬甸的日本企業越來越多 從當年的五十間增加到目前的四百三十六間 日本政府也帶頭協助當地發展基建 提供大約一千億日元 即是大約七十三億六千萬港元的資金 在仰光近郊的迪拉瓦經濟特區 建設首個現代化工業園 日本的汽車廂大多都在這個工業園內設廠 緬甸軍方發動政變 令到這個工業園停擺 日本寧木汽車公司當日就因此停工 最大的汽車廠家豐田 花了一百二十億日元 在該工業園區設新廠 原本打算今個月啟用 結果亦因為緬甸局勢生變 而取消啟用計劃 分析人士認為 在緬甸投資的日期 與當地的國營企業多有合作 估計政變引發的經濟影響巨大 當中日本第一大飲料公司麒麟 就因合資公司有軍方背景 擔心緬甸今後會遭到國際制裁 上星期五已經發表聲明 表示會暫停投資 分析人士認為緬甸從回軍政府統治 對於一直加快進入緬甸的日本企業來說 或者將會成為海外投資的轉捩點 如果歐美等國家重啟經濟制裁 這樣將會成為緬甸投資的最大阻礙 一企業務的經營也可能變得困難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收聽